大家好,我是陶姐 今天我们用胡萝卜,韭菜,还有豆腐 做一道简单快速,营养好吃的懒人早餐饼 让你10分钟左右就能轻松做好全家人的早餐 首先我们把所有用到的食材清洗干净后 把400克的豆腐放入碗中 用勺子把豆腐压成泥 压得细腻一些 这样我们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接着盆里打入三颗鸡蛋 把蛋液充放搅散后 倒入压好的豆腐泥 接着把韭菜切碎 放入盆中 胡萝卜切成片 然后改刀切成丝 最后切成末 放入盆中 加入适量的胡椒粉 一勺盐 搅拌均匀 记住这一步不要加水 然后方次加入100克面粉 加面粉主要是为了提高一下粘性 不要加的太多 加多了口感会发映 调成像这样粘稠度就可以 地边城里刷油 油热以后用勺子舀一勺菜红放入锅里 我们用勺子把它整成圆形 这样用勺子定量 一勺一个 做出来大小也非常均匀 这里不用盖盖 小火烙两分钟就可以翻面 翻面之前在饼的正面也刷一点油 中间反复翻面两到三次 烙至饼的表面金黄色 鼓起来很有弹性 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香香香香的韭菜豆腐早餐饼就做好了 好看又好吃 而且非常松软 营养也很丰富 白开一个就能闻到浓浓的菜香味 这样做的来让早餐饼 十分钟左右就能轻松搞定 比出去买的还要快 喜欢的朋友快收藏起来 有时间试试 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加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吧